我们现在在家换地露 我们家厨房一个卫生间两个地露全坏了 小掉了 就是长时间没有在家 好多东西坏了 我们回来以后 卫生间的水管也换掉了 淋浴花洒也换掉了 现在又在换地露 刚刚请我们楼下的师傅过来给我们换 我们以为换地露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大的工程 没想到我们这家整个房子全是灰 你看厨房那边全是灰 现在开着抽油烟机 卫生间灰大的间都进不去 就是拿这种切割瓷砖一样的这种机子 看到了吗 这个是我们之前的中间都已经坏掉了 现在刚刚整个把这边四周要聚开 然后换一个新的 主要是聚的时候 这灰太大了 刚刚这一个厨房的 我们本身都不想换了 因为灰太大了 他说的刺着水会好一点 结果刚刚那个卫生间 今天换的时候 忘赐水了 所以整个房子现在全都是灰 这里面好像是好大的灰 天呐 不然水要漏下去了 快点先把这个地方收拾一下 没想到换这个地路会有这么大的灰 天呐 今天他早点收成瓷水就好了 但是他忘了 卫生间结果就没有瓷水 所以卫生间里全是灰塵 这瓷水还是要好一点 稍微好一点 但是就这咱们的人全都要擦一遍 今天这个是整个房子要重新擦一遍了 溜溜先不着急外面再干活啊 待会干完活你再出来 天呐 今天真是弄完我的大早熟了 这一下家里这一次的灰啊 比我们一年多 就是刚回到家第一天 整个家里的灰还大 今天有我们活干的了 我们这班呢 今天又通知了 好像因为这个口罩原因 好像又严重一些了 所以很多地方又不能自由出入了 但是今天我们还好 能可以出去买一次菜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出去就买了好多菜回来 因为我们冰箱空了 没什么菜了 光排队排了一个多小时 给大家看看 我买了好多 看嘛 这一车子的 不过我买的都是比较那种好放的菜 你看像葫芦花呀 花菜呀 香菇啊 这些买了这这么多 然后买了两板鸡蛋 两大板鸡蛋 这一板三十两板六十 然后今天中午就随便吃点 买个凉皮 吃一份 然后这还有那个 华姐买了一些大袋的辣椒啊 这一大袋二十 华姐说过两天 反正是在家里闲着 准备做一些牛肉酱吃 还是这么大的灰啊 天哪 看一看 这里面是倒的可乐啊 因为刚刚还要那个瓶子 我们没有多余的瓶子 还有半瓶可乐 但是时间有点长了 可乐就没喝倒掉了 这是换的新的了 这个是可以插洗衣机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 哎 这以后就好了 之前呢你看 这之前是最早的时候 花姐装修房子的时候给弄的 都是质量不太好的这种 看看这个怎么装的 这个就是石灰粉的 水不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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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调的时候调稀一点 嗯 调的时候调稀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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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然后凉点调稀之后 给这个浮到这个上面 看吧 先给他浮到这个上面 嗯 哎呀 所以这哪个团都是要有专业的 给他浮到这个编子上 然后再给这个放上 看到吗 刚刚这种囊托给它敲冰 敲冰了之后 再从这个给它边上勾上 把空余的地方填住是吗 对 摩斯 辛苦的华姐开始收拾战场了 没有想到灰这么大 而且刚刚这个师傅是 他在我们厨房的时候 他说用水刺着灰小一点 但是他先弄了卫生间 他没有刺水 他说他给忘了 所以这灰特别大 墙上也是一层灰 把这墙里都擦了 那整面墙都在擦 好多朋友都说我们是富二代 家里有矿才能出去自驾游 看一看 我们用的多么老式的洗衣机 半自动 因为它没有换 对 因为我们一直用着 它都是好的 就一直都没有换 等到以后条件好一点 然后我们长期在家里了 可以考虑换一个 因为华姐十几年前买这房子的时候 当时装修也不是特别高 价格 所以他用的东西 像这些五金剑呀 用的都不是特别好的 像有很多的这种水龙头啊 还有那个阀门啊 我们都已经换了 看这次回来把这个也换了 这个之前也是绣住 完全都打不开了 水已经出不来了 这也是回来才换的 然后今天把这个又换了 前两天我们从网上买的这个又换了啊 发洒之前也是绣住了 水也是喷不出来 就是往外扯啊 然后我们就光换了一个这个 这个杆就没有换它 这个我们自己就可以装上 换了一个这种简简单的 现在的这种就是硅胶的这种的 他说不容易有那种锈垢 哇朋友们终于打扫完了啊 整个房子我们俩又擦了预院灰 太累了 这灰太大了 这地都拖了三遍 就这样子感觉还有点印子 估计每天再多拖一拖 可能慢慢就好了 其实我们这个并不是说 我们自驾游出去一年多以后 就是他才坏的啊 是之前本身就已经不好了 只不过这次回来 就觉得直接就不能用了 呃 所以经验就是 如果大家装修房子的时候 一定记得五斤件上面 一定要用质量好的东西 真的是 不然的话 你住不了几年以后 一点一点一点点 就必须要全换 而且最主要是换 换起来很麻烦 哎 我们现在可以整理一下 我们早上出去买的菜了 看看我们早上又买了多少东西 大豆 这个都漏不出来了 一个一个拿吧 啊 一个一个拿吧 嗯 葫芦瓜 哈哈 这买了一袋香菇 他现在那个菜为了卖的快 他都是 打包好的直接 你要啥 他直接给你包啊 不是 没有办法 因为排队人太多了嘛 对 他没有办法说 哎 这个给你称多少 那给你称多少 花菜 西红柿 哎呦 西红柿 这凶事还可以 嗯 我这大蒜都没给我装 他大蒜没装 直接塞进去了 嗯 买了好多大蒜 因为华姐想做辣酱 懒洋洋的在这 好多大蒜呀 嗯 装了一公斤大蒜吧 对 一颗大白菜 这是一道豆角 嗯 一包豆角 菜就没有了 菜也没了 嗯 这么多菜啊 光这么多菜是八十 嗯 哎呀 我们现在还算幸运的 还不错 还起码能买上菜了 对 早上本来就不让你出去了 对 早上我们以为不让你出去了 我们俩冰箱里没备菜啊 嗯 所以今天能出去 赶紧备了一些菜 然后我们还买了一些水果 再把溜溜的肠子给他拿回来 溜溜的这个 给他买的和体肠 在房子里还剩的 待会给他吃 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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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等一下 哇 这是多少苹果 我买了差不多三公斤吧 苹果 还有两个小苹果 对 嗯 先放在那吧 小苹果 溜溜 不许乱听 乖乖的 我俩打算先吃饭了 因为太累了 这待会吃完饭再收 这还有 两板鸡蛋 今天排队买了两个囊 哈哈 我们今天一人吃份凉皮 对 好好聊聊 今天我要了我想要的牛筋面和高蛋面 我今天要的是高蛋面和牛筋面啊 嗯 华姐要的是啥 这是红薯皮 高蛋面 还有那个凉皮 是吧 对 上次我吃凉皮的时候 有网友就说说的 夏天这个吃的太香了 都忘了介绍了啊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凉皮 就是它有各种的 有凉皮呀 牛筋面呀 高蛋面呀 红薯 红薯粉呀 各种各样的啊 你自己根据自己喜欢 可以去加 这里面呢 它自己拌的有辣子 然后就自己他们每家店 可能调的不同的那种汤料 嗯 这个汤料是关键 然后你看这汤料里面 还会有花生米 然后上次有朋友专门问了 这方的是啥 说是不是豆腐还是肉块 不是 这是面筋 对 所以它这个是属于素食啊 是素的 嗯 嗯 香 我觉得他们家凉皮 我们挺喜欢吃的 嗯 还有就是我们朋友开的凉皮店 对 现在特殊情况 没办法去吃 嗯 我们回来之前就告诉他 我说我们俩想吃凉皮 结果现在也去不了 对 等到那个 能去的时候啊 带大家到我们朋友家店里去吃吃 嗯 今天是忙碌又充实了一天 对 每天有点事干啊 嗯 就不太着急 没事干就会有点着急 对 哪怕累一点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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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